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们往往怪罪各种各类的细胞病毒 这种想法今天我们也知道不完全正确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像这次的疫情 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个细菌病毒 我们会试着去找一个化学的药物来把它消灭掉 那这意味着细菌病毒等等制造了疾病 那我们也可以回味一下 那个在以前啊 大概八年前啊 有10个percent的人 有90percent的人感染了病毒 那有10个percent感染的病毒 那个伊波拉病毒啊 它也没有死掉啊 那 那也就是说 伊波拉病毒 不一定是造成此疾病的重要原因 重要的原因应该是 每一个人身体内的抵抗力 所以有些人呢 可以抵抗伊波拉病毒 有些人不行 那像很早很早 像我们发育重德那个 发育组的老前人啊 他年轻的时候啊 他就患了肺结核 他那个时候 我们白水生地啊 他患了肺结核的时候呢 中西都无效 后来就因为求了道 然后 他的顶传师 跟他的那个银宝师呢 因为他正好要去 他住在天津 他要去北京 那个时候叫协和医院 有一个专 专门治肺劳病的一个特别免诊 他去 以后才发现 那个特别免诊的病院啊 病房啊 都满了 所以呢 他若是要想办法要住进去的话 要等一两个月后两三个月以上 那他人已经 已经生病很严重啊 又已经去到北京了 所以呢 只好接近佛堂 那因为他从小有 有 有读啊 那个诗书 有在诗书里面 有学传统文化 所以他很熟练 他到了佛堂 以后佛堂那时候开法会是要一个月的 那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 所以他进去 所以他进去 因为他有诗书 啊 国学的那些经验 所以马上去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 纳入三彩 天地的开沙码 他就马上可以 可以 可以写字 可以 可以超字 所以马上就 就配合用去了 当他一投入进去的时候呢 他的病啊 就暂时就忘记了 等到法会结束了以后 那先我 老师临谈 慈悲啊 说今天呢 大家都很圆满 那工作上的共菜啊 如果 参与的人呢 心里身体有哪里有病痛的 可以啊 带一些回去吃一吃这样 那我们白水圣地 他就吃了一口的共菜 就是在现共在工作上的那个 那个树的产品 他吃完一口就 从头 喉咙 肺部 肠胃 一直 一股 很舒服的那种冷的感受 从头到脚 好像就是 吃了那个共菜之后 他的肺结核就不知不觉的就慢慢就好起来了 那当他好起来的以后呢 他就回到他的天津的那个 懒 懒部的懒肠 结果他才发现说 他不在的时候啊 日本人为了要 夺取他的懒部的技术 所以呢 特地 要到他的懒肠 要 抢劫他 要把他 俘虏 然后要 带走他 然后要供出他 懒部的一些技术 那因为 白水圣地不战 结果就抓了三个工人去 结果搞了半天 工人都不知道如何配方 所以呢 后来我们白水圣地回到他的那个天津的时候 每一个人花了三百云元 三个人九百云元才把那个人赎回来 所以这就是一段这个关于会结核 如何医治的一些故事 还有呢 在最近啊 在最近几年啊 五person的人啊 他犯了HIV的病毒 所谓的艾滋病 那过了十年 五年十年之后 哎竟然也没有任何因为艾滋病而造成他的死亡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功能的变化 而让一个人啊 能不能存活下来 所以呢 这个是啊 所谓的我们啊 每一个人都要去观照的一个啊 那我们来改 如何辨别养生先传 中的是非的问题 中医的健康养生的理念就是中医治病的理法方样 也就是说 啊 中医呢 把人体 股脏 啊 为中心 一个整体 他通过经络 通过气血 啊 等等 啊 是跟我们的四肢百孩 跟我们的五官九竅 建立了一个密切的联系 所以呢 啊 啊 啊 所以呢 我们 中医呢 因为有这些脏乎系统的这些啊 认识呢 所以呢 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身体是有生理的属性 那这个是这个啊 如果要健康的话 这些机体呈现的那些脏乎啊 啊 还有啊 寒恶虚实啊 风寒死死造火 所谓的六云 要让它达到一个平衡 天气热 你就是要 要 啊 少吃那些油炸辛辣的东西 然后 衣服少穿 然后 要 啊 让它 清凉一点 天气冷的时候 你要穿暖火一点 等等这些呢 很平衡的状态之下 我们身体的 就会好很多 所以呢 啊 慢慢的后来 就出现所谓的瘟疫 那瘟疫的时候呢 因为过去传统 我们东方的中华民族啊 啊 也曾经有很多次的瘟疫 那都是用中医的方法 啊 中医呢 把那个药啊 丢到水井里头 然后 因为大家都要喝水嘛 要到井水里头 打那个水 家里要 要 要做饭啊 做菜啊 那你 你打了那个井水里面的药 有 含有药性的药啊 回家 大家煮菜啊 煮饭啊 煮菜啊 饮用啊 就达到防疫的 目标了 所以呢 这个都是 啊 我们中医老祖先呢 依照 适时的 气候的变化 等等 啊 使用了一些中药药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把 把一个很大的疫情 控制好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这所谓的预防体系 那 所谓的预防体系呢 就是包括 我们的养生保健的问题 像现在的 太极拳啊 还有外单工啊 啊 还有 现在陆陆续续在流传的那些 甚至于包括现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那种广场舞 那是透过运动等等 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稳定一点 所以 中医的养生里面啊 如何把它实践起来呢 因为保健养生啊 是中医的强项 所谓中华民主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啊 创造了许多 具有东方民主特色 适合东方民主生活习惯的 行之有效的一些养生里面 好 那这些方法呢 生殖于人民的群政之中 然后经过不断的丰富 完善 修正 世代的传播 指导民众的生活 受到大众的喜爱 好 所以呢 啊 我们大概也知道 中医呢 要治病的话 要找出病人的病因 跟病位 比如说 他是因为风寒感冒 还是因为中暑 因为大热天 中暑了 那他是上到他的部位是哪里 比如说是上到他的上胶 心肺啊 中胶就是脾胃啊 肠子啊 下胶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肾脏啊 膀胱啊 泌尿系统 他是有分的 那找到病位 找到病性 那中医呢 才依照传统的中医的理法方药呢 开出的药方 然后教他们怎么把药喝下去 然后喝完了以后 要躺着 要盖着被子冒汗 让他冒汗 或者是要怎么样 中医有一套方法 传统的中医就是这样子 所以治病要求本 这样的话呢 中医的疗效也不错 当然病要遣中医 你不要让病严重起来了 你再来参加这个 那个 怪说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好 因为太强烈了嘛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慢慢的中医方面呢 就是慢慢的就进步到现在 好 那如果辨别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养生热 养生乱 所谓养生热 就是跟着生活水准有关 随着科学的进步 经济水准的提高 养生需求的提高 慢慢的就 大家就普遍了嘛 所以人人追求健康长寿 积极生活态度等等 那当前呢 养生的热度 出现了问题不少 主要的是 偷粮换柱 把各种说法都塞入养生 第二是以偏概全 抽调中医的个性化的理念 第三是无人吞蚤 混淆死养 以及死了的概念 第四是瞒天过海 过分的夸大药物或者食物的作用 第五是混淆死灰 迎合以补违上的世俗的偏见 那我们后学准备了一个影片 让大家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食品添加物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酱油用调整水还要来得便宜呢 本届全球华文永续报导奖 专业组长片的首奖作品就深入直击 请看TVS记者林尚云跟柯胜雄的深入报导 原物料东西都上涨吗 我一家餐厅让我那么多 本钱可以去买那么多原物料 去熬一锅汤给你喝 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甜的口感 当一口汤有近50种化合添加物 采鲜锅是用什么汤底 我们几乎都是本身制的 一定会看阳金 这个退出很放多放短 我成本降低 我这样一包的话 我可以熬三大锅的汤底出来 而我不用再花钱 去买20公斤的大骨 我们正处在粉饰太平的真假世界 单一的添加物 因为都做过安全性的事也没有问题 可是互方的添加物 到底有没有相成的效果 这是一天的问题 现在一起说 种族性价属超过 你根本不知道 回播食品标示全展开 一麻麻20几种合法添加物 又遇到鲜味剂 次黄飘零和甘酸二钠 鸟飘零和甘酸二钠 常用在高汤 泡面 洋芋片 当中纳盐带出肉的鲜味 鲜度是味精40倍 香菇鲜度更能飙到味精160倍 少少量就能鲜美可口 品质改良剂让会饭粘稠宛如县煮 为抑制方便保存 必要添加物也保住食安 但无心中 我们试下了多少化合 阿公阿嬷都不认识的东西 什么鹿角菜胶 光泽剂 棕榈辣 有的没有东西 你的肝脏做出来 是要来代谢这个东西的吗 现在吃一个食物 就有几十种东西 是他不认识的东西 所以它当然会增加你的代谢负责 好吃喔 食品的家务主要是控制极毒性 确保食品安全 像是我们常吃的香肠 火腿 以及腌制物 如果没有加入亚硝酸的话 恐怕会感染肉毒感聚 依法限量才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过呢 现在为了满足 修饰 味觉 和美观 美味 厂商通常都不会主动减量 非必要的混合多家 民众又该如何确保 舌尖上的真相 其实火窝店家 依法必须付上汤底身份证 极度追问过敏源 才拿出锅底标示 基本奶香锅 暗藏附方添加物80种 满满一整夜 胺基酸 饼 超多的 很多化学的 对 阿拉伯胶 这些都没有看过 这是什么 赤黄 标 磷 甘 凝酸 二 纳 7 5 7 6 7 7 8 7 9 8 4 8 1 8 2 8 是不是接近 你的汤原来是精炼泡出来的 百味杂志 注意 他加的是水 10秒钟清水变高汤 快到连我们都还没看清 好 接着下来呢 我们刚刚从这些火锅的汤底 大家知道说 很多都是化学的东西调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讲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说如果我从医学观点来看 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 但我家里的汤底一定不是这样子 我现在说用天然食材也比较好 刚刚研医师在谈就是说口渴的问题 我们天然的食材大部分是有机物 有机物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吸收的比较慢 所以对人体的损伤会比较慢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 市售的高汤粉来讲的话 它大部分是无机物 无机物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它很容易吸水 然后它的分子比较小很容易吸水 它的极性物质比较多很容易吸水 所以呢因为极性物质多 无机物多 这时候分子又小的时候 非常容易吸水 所以非常容易造成口渴 那你吸水了以后呢 这时候到身体里面去 很快进入身体的循环 那对身体当然损伤是比较大 我也看过了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像它这种化学的物质 如果说不断地熬煮 其实它成分相对稳定 但是食材天然食材 不断地熬煮之后 其实它会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冬天 我们在吃火锅 有一些恐怕 外面还是会标榜说 我是用那个什么猪大骨 什么大骨 熬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 所以汤头很鲜美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其实这种还是要适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鱼有一些金属 像铅的话 它在如果万一进入 一些动物体内的话 其实说在血液中半衰期 是比较短 大概一个月 那可是在骨头的话 也在人体就高达25年 所以说如果像动物 如果说我们用骨头 就用骨头的话 其实很容易有一些金属 都在里面 沉积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都说骨头方面的产品 是不适合当作食物 是Bond food 是不适合当作食物的 因为里面很容易会有一些金属的残留 是喔 可是传统都会觉得那个很营养啊 可以补钙 所以说用大骨熬汤 大骨熬粥 其实在医学上我们都不建议 因为你不晓得说 有没有可能污染到一些金属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 我们这是很常见的一些食品 里头就有很多的添加 比如说超商的这个饭团来讲 三角饭团 大家都很喜欢吃 可是你看光是这个 我们念一下就 无水醋酸钠 还有什么DL饼胺酸 中链三酸甘油等等等等 还有呢 洋芋片嘛 小朋友最喜欢的 就是有刚刚讲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的这两种 是不是请老师继续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到底这些添加物里头 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作用 为什么都一定要添加 增加风味吗 我要讲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已经被训练出来 防腐剂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 所以任何人只要看到防腐剂 丙酸钠 其二细酸钠 本甲酸钠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反感 对 因为圣武规定 防腐剂在标示的时候 它要双标示 你本甲酸钠 后面还有一个刮斧 防腐剂 所以大家看到防腐剂的时候 都不会买 可是你现在可以看到 所有的食品 几乎都没有防腐剂 它几乎都没有防腐剂 对 而且现在很多都标榜说 我们无添加防腐剂 对不对 现在的防腐剂基本上都崛期了 那为什么不会换 它添加的是 不是防腐剂的防腐剂 但是比防腐剂 更防腐剂的防腐剂 这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们就叫做 细菌类细菌外都可以杀菌的 我经常建议人家就是说 你在买食品的时候呢 把那个成分标示 去数那个酸 我都建议人家讲 吃酸要吃三个字以下的 超过三个字以上的话 就要减少购买 好 当然呢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这个化学商体之外 居然呢 还有所谓的火锅肉片呢 也是经过处理 而且也有 好 那 各位情贤 刚刚给大家 看了 看了两个片 那 后面呢 也 也 有一点时间的话 如果大家 想要提出问题的话 随时我们都可以停下来 让大家来提问题 那因为看完片子以后 提问题 可能大家的印象会 比较深刻 那 今天呢 我把主题 除了刚刚的添加物 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以外 我把今天的主题放在 所谓的敏感的政治 症状是怎么样 如何治疗 过敏性的疾病啊 在临床表现出什么症状 第一呢 就是上呼吸道的问题 像打喷嚏 流鼻水 鼻塞 耳朵 鼻子 眼睛 喉咙痒 过敏性鼻炎会咳嗽 痰痘 倒流 严重的时候会哮喘 鼻涕醒多了以后会流鼻血 然后醒了太大力 耳朵会发闷 闷闷的 然后口干 声音杀痒 头晕 咽喉痛 鼻梁痛 那第二大类就是鼻子 皮肤方面了 出现了湿疹 骚痒 皮肤粗糙 皮肤发炎 群麻疹 牛皮血 疯疹 白电风 非指甲 那有这些皮肤有毛病的人呢 有些有泪风湿的 湿网膜 病变的 那些呢 都会狭窄在一起 那第三大类呢 就是精神神经方面了 当你有过敏现象的时候 有些人会失眠 会多梦 会情绪起伏 容易悲观 然后喜欢往坏的方面去思考 然后很容易焦虑 很容易累 甚至有些人呢 坐立不安 烦躁不安 有的会尿贫 心慌 心惧 恐惧 注意力不能集中 然后健忘 甚至失智 那再来呢 就是肠胃方面 就是胸 闷 腹脏 腹痛 便秘 拉肚子 头痛 颈尖僵硬 恶心 然后眠合器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呕吐 那有些人长期会口腔肺痒 所以呢 以上呢 大概四大类 就是一般 普遍上的所谓 过敏性的临床表现 当然 各位道亲朋友们 你们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 那你们如果又不了解 以为是其他的毛病的话 那你们就会很惨 因为其他的方法 治不了这些病 一定要把敏感炎找出来 然后 透过BGT 然后再加上简单的医生的治疗 后来自己就可以控制得很拓大 所以呢 所以呢 为什么会过敏 所谓过敏啊 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对外来的物质产生对抗的反应 那我们的身体它很聪明的 它察觉到有外来的物质进到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机制 就会被启动 所以当你身体有特别敏感的人 对外来 对别人来讲是无害的物质 但是你的身体对它起对待 所以你会反应比较激烈 那你就会有过敏的症状发生 那这个发生的症状的机制呢 又称为抗原抗体反应 有些呢 是神经精神的因素组成的 那有些人呢 会说因为你的身体分泌的组织胺的东西 内分泌等等出现混乱了 所以你特别会过敏 这样子讲也对 但是真正的我们要来面对的 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过敏炎 那我把过敏炎分成六大类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要讲重点 第一类就是各种花草 树木花粉 植物方面的 再来呢就是各种食物方面的 包括水果 包括分的 树的 再来呢就是各种动物的皮毛 分泌物 鸡毛毯子啊 蟑螂啊 猫啊 狗啊 皮蟹啊 以及小动物昆虫啊 蚊子 蚂蚁 蟑螂 蜘蛛 这是属于这一大类 再来是各种药物 衣着 化妆品 化血成分 天然的动植物 包括香料 所以呢 这个化血成分呢 就包括刚刚所谓的防腐剂 人工添加剂 或者是 有些人 你去看医生 医生开给你的药 吃了也会过敏 也有可能 再来呢就是工具的污染 包括 塵满 包括龙毛的丸剂 包括地毯 草席 包括 太脏的 你们的空调系统 那个 过滤器没有换 还有 有些人喜欢 买一些会 有味道的东西来喷 或者是有些 煮菜的油烟 开车的油烟 包括人家 在抽烟的烟 也会过敏 再来一个 最让大家漠视的 有很多医生 他都不知道 有些人 经不起压力 然后因为 情绪 情绪 的因素 那就是 神经精神的因素 他也会引起过敏 也会出现 刚刚之前 我讲的 那个三大类的症状 所以我们 如果厘清 过敏炎 当然这个就是 医生的 技术了 那目前呢 以目前的医疗界 不管是中医 西医 或者是 现代的医学 他能够克服 一部分而已 比如说 他可以透过 过敏炎的测验 那可以测出你 吃进去的食物 哪些东西会过敏 那经过测试之后 他可以了解 你的血液当中的 那个IgE的反应的程度 有轻 中度 还有重度 那因为分析了 这些检测出来的 这些阳性的物质 跟他的数量 知道你的病 严重 中度 或轻的 然后分析 这些过敏物质 对身体 产生的影响 了解到说 你的过敏的 问题 有多复杂 然后 甚至于 还可以分析 为什么你的身体 会这样 因为 这些敏感的 敏感炎 然后影响到你身体 然后久了以后 造成什么 这些都可以 透过现代的医学 做一个 相关的一个来探讨 所以呢 现在 过敏呢 在西游讲 免疫过敏科 当然 中医部分科 轻的过敏 每一个中医都会治 但是严重复杂的 过敏的问题 可能就不是 每一个中医师 都可以治 因为中医师 虽然部分科 他是整体性的 那个 来对待病人 但是因为个人 因为 我们要应对的 病人很多 有些人 在这方面 比较不专精的话 轻的 可以自治看 如果 经过 诊治之后 疗效不切实的时候呢 那当然要找 比较 全面的医生 好 这样会比较好 那我们如果 厘清过敏炎 有哪些 目前有哪些技术 刚刚我们讲了 西医抽血 透过你的血清中的 IgE的反应 我们可以了解 你对哪些 食物啊 哪些素材啊 或者是哪些 空气啊 你会过敏 所以呢 现在目前 检测的技术 有食物等 敏感炎的检测 然后 了解过敏炎 过敏患者 血清中的 IgE的反应 然后分析 查出来 阳性反应的 那些物质数量 那现在 比较出名的是 德国呢 有出来一种 机器叫 生物过敏炎的 检测仪 那现在因为 在中国 现在大家都很富有 尤其是 医院的投资 他们也很 很愿意投资 就是说 他们愿意 花很多钱去买 这些先进的科技 但是因为 使用这些 这些先进的科技 然后能够 好好的把它 落实在病人方面 好像 也不见得 百花百种 因为后学有一些 国内来的病友 他们把它 过去在国内 看医生的一些体验 有时候会分享 给后学 那后学也知道 帮他治过病的 那个单位 医院 也有很好 很高贵的医器 都有准备 但是都没有 把他们的过敏 也治好 所以呢 如果有患 过敏的这些 前嫌 到亲朋友 你要治疗 你的过敏 的话 我觉得 教育是很重要 如果你 心态上说 这个是医生的事 那肯定 你的病治不好 这个不只是 医生的责任 这是医生 病人 还有病人的家属 都是全方会 大家都要 共同来配合的 所以呢 小孩子的 小孩子的过敏的话 那当然 父母亲 跟医生 大家要配合 那如果是成人 大人的话 那你自己要 要充实 这方面的知识 跟教育 然后配合医生 这样的话 大家一起参与 你的敏感炎 是可以治疗 那刚刚那个 检测 那个敏感炎的话 在德国那边 他有提供 很多的标本 这些标本 就是要厘清 你的敏感的方向 在哪里 刚刚我讲 有食物啊 有空气啊 有哪些这些 他透过这些 检测的技术呢 都可以把它理清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过敏 那目前呢 这些过敏炎啊 还有没有相关的技术 有 因为 我刚刚讲 过敏 是一套 蛮大的一个学问 所以呢 从事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 敏感的这些医生呢 他有时候也会 会有碰到一些 比较难克服的 顽固的案例 那如果 例如哪些呢 一般 过敏物质阳性 那你检测的 不 检测的不够仔细 分析的不够仔细 你 请病人 记了某一部分 但是某一部分 跟他相关的 其他部分 你没有把它 点出来 然后 病人也没有 自己去 观照 所以有时候呢 你以为他记口 结果他实际上 没记到 所以呢 这个过敏物质 阳性反应的这些 要把它分析的很清楚 再来就是 过敏之外 影响身体的其他因素 有些人因为过敏 他会影响到 病人 除了他平常有的 肠胃啊 皮肤啊 或者呼吸道以外 有时候会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 症状出来 那个时候 过敏引起的 但是你没有发现 那你会造成 另外的一个 问题出来 那我们 对于这方面的 医生的话 还要知道 身体被影响的 死磨 跟他的过程 也要分析给病人知道 那因为 你要治疗他 所以你要 逐步渐进式的 改变体质 所以呢 甚至于要活病 他其他的五脏六股 因为过敏而引起的 病发症 像这些呢 你都要给病人一个 很 抽签的一个 一个掌握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 把过敏的病人 治得很好 治疗相关的技术 我们来探讨一下 起先呢 要把病人 看过你之后 要 如何 帮他改善 要如何帮他治疗 你要跟病人 做一个说明 像后学在这方面 也 也 做了二三十年以上 所以呢 我会跟病人 做一个很好的安排 然后在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基本上会告诉病人 所谓的 啊 啊 忌口啊 BGT 这个也很重要 避免就是避免 那个敏感人跟你接触 忌的话 有些是因为 吃进去的 或者是跟你接触的 你一定要 忌口 你应该是要忌 比如有些人 他 他沉满过敏 悲沉啊 那偏偏 家里在打扫卫生 是你去西地 你去 做卫生 那 这个是大忌 因为你已经过敏了 你有呼吸道的病变了 啊 你还在做 打扫卫生 吸地 吸尘 这个工作 那就错了 T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 有些人不能吃牛奶 那你可以用豆奶 你也可以用 米浆 来代替 那至于所谓的乙呢 就是说明知道 你不能处在这个环境里头 那你因为对那个环境 你会过敏 你就要移开 你就要走开 不要在那个环境里头 所以这个叫BGT 很重要 那来 再来呢 就是药物抑制过敏的症状 程度 像西医 喜欢用抗过敏的那个药 那早期抗敏感的药呢 吃下去了以后呢 你会非常想要睡觉 会觉得好累好累 吃了很困 那像那种的话 你就不能在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要做精密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能吃那个药 你只能晚上 或者是你不再做重要工作的时候 你就吃了那个药 暂时给你医治一下 那这样的话 那个药你要了解 你不能吃了药再来开车 吃了药再去负责控制机器 有时候会出事的 那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脱敏治疗法 那脱敏治疗法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所谓脱敏 就是让你的身体 不要因为那个敏感炎 而造成你的病情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你要脱敏 那这个脱敏呢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 有所谓的脱敏 有些人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西方的方法 他把你容易过敏的过敏盐 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稀释到很薄很薄的 那个纯度 然后每天叫你打一针 或者是三天打一针 或者是一个礼拜打一针 打进去的 就是你过敏项目里面 很微量很微量的那个 那个过敏盐 打到你身上 那你呢就因为 因为打一点点 还不至于让你马上过敏 先给你打0.001 下次打0.002 再下次打0.003 就这样慢慢的增加 那你的身体呢 慢慢慢慢接受这些 你曾经会过敏的那些量 所以呢 有些人在做那个脏敏疗法的时候啊 他是有效的 但是当他有效了一段时间之后 停下来不再打 他的敏感也又慢慢回来 这就是传统西医在治 敏感 他治不好的原因就在这里 中医的话 他会调生 先天之本在感染 后天之本在肠胃 他在帮你治疗身体的时候呢 他先把你的因 给你改善 给你化解 随着下来 他会把你的身体 相关的脏腹 给你强壮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有些病人 因为他正在发育 或者是 他的身体慢慢的 还不是太衰弱的话 他这样子下来的话呢 他是 有改善的机会 有治好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要化底为有 因为你会过敏 就表示你对那些过敏炎 你把它当敌人 那你如何 把原来你把它当敌人的 那个过敏炎呢 慢慢的化解 变得好像朋友 这个也是治疗的方法之一 那当然这个方法呢 西医不太会用 西医不太会用 反而中医会 从这方面来 来治疗配合使用 那 那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现在是6点50分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让大家呢 提提问题 然后 我斟酌大家的问题 接着下面 我来继续进行 这样的话呢 让大家呢 比较不会 听了太久 你想问的问题 又忘记 这样可以吗 各位 在电脑 或者是手机旁边的 前嫌门 我讲到这里 暂停一下 让大家来发表问题 好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梁医师 梁医师你好 你好 请说 后续想 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 对一个食物过敏的话 是不是终身都会过敏 还是说 随着时间的 这个转移 体力 这个转移系统的变化 而变化 你讲的呢 大概60%是对的 但是40%变 40%变数很大 除非你 你开始在 注意某些食物 你不能吃了以后 你身体不舒服 所以那一方面的食物 你暂时都没有吃 那你在没有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 你的过敏症状比较没有化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你休息的够 睡眠又好 情绪又好 然后你又去运动啊 比如说 早晚啊 走走路啊 或者是 有些人到那个运动的那个 那个健身中心去 做一些运动 正好这样的话 你的体力改善了 你的五脏六五的能量改善了 你之前会过敏的 他暂时休兵 那你休兵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你的肠胃进步了 而你的呼吸道啊 你的气管更化面了 因为没有经常过敏 所以也得到休息 也得到改善 那你讲的就对了 因为那段时间 你的身体 那个功能改善 所以呢 你就不会过敏 甚至以后你的过敏就好了 所以这是你对的地方 那我说 百分之六十对 百分之四十错 因为你没有目标 你没有方向 所以可能这个礼拜 你是很好 但是下个礼拜呢 你那些 引起你过敏的那些项目 你又接触了 所以你接触一次还好 接触两次也还好 接触三次 接触四次 他就打你了 所以你的症状又回来了 所以你就好好 坏坏坏坏 好好 这样的话 你没有 一位好的医生 帮忙你 在旁边指点你 那你这个要跟敏感 要奋斗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 那么的 顺利啊 好 这样回答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那这样 两次这样子讲 就是说 还是尽量避免 知道自己对这个食物 食物过敏 还是尽量避免 不要吃 吃这种食物 对不对 对啊 就是所谓的避免 避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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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或者知道 或者知道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像这几天呢 我也有一些 敏感的 病人 那 他是对 食物中毒引起的 就是说 他起先 但是突然间 一下子 吃了太多的 那个 有问题的食物 结果他的病就腐化了 所以呢 这个叫 food poison 那food poison 跟敏感 有点 有点 类似 也有 不对 不太一样 因为 会过敏 就是你对某些 你的身体 不适合 吸收 不适合 接触的那种食物 你 经常接触 所以身体在保护你 产生的保护反应 叫过敏反应 但是因为 平常你对他是 不过敏的 突然间 他因为 食物污染 然后你突然间 去吃了那个食物之后 突然间 很多的 细菌啊 黴菌啊 然后病毒 到你身上了 把你的免疫功能的 这个 那个指数啊 降低下来了 结果你就产生 非常强烈的反应 这个叫食物中毒 有的人上吐 下泻 有的人肚子痛啊 痛得要你 地上打滚 甚至于有的人 突然间他要 呼吸不顺畅 要休克一样 这些 food poison 要跟过敏 要跟过敏 是可以 厘清的 那各位前学 你们还有没有 其他问题 好学 想要 讲一下 这两天 好学的儿子啊 好像就是food poison 他特别人呢 他特别人 肚子很痛 回来 他说整个下午 晚上都没有吃东西 然后 七点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肚子痛 一直痛得不得了 但是晚上 他也不敢去 直颈吃了 怕现在 空晚来听 所以一直熬 熬了一个 整个晚上 不能睡 他要 趴着 躺着 肚子 这样才没有 那么痛苦 一直到天亮的时候 后学的 马上给他 拍个石头 照给梁医师 然后梁医师说 他是 那个 有 雷菌感染 是那个 午餐的时候 吃了 所以 在餐厅吃的 所以 马上给他 脱米 然后他痛楚了 从 本来从 十 减到 大概 四了 已经 一半好了 所以他就可以 坐起来 喘口气 但是 还是肚子胀胀的 不能吃东西 也不想喝水 只喝了一点水 但是因为 他已经吐了好多次 所有的食物都吐出来了 现在就很 很需要 但是 可以睡觉 因为 他也受过 一次的治疗 因为还有痛 所以后续 还是请梁医师 在慈悲 再给他多治疗 一次以后 他说 现在好很多 好像痛的程度 大概一度左右 所以一天下来 他就已经可以 自己站起来 走路 然后他爸爸不放心 还是要带他去看西医 医生就说 你要去检查 Ultra Sun 要做X-ray 要验血 验尿 然后你再来看我 我看到 你的检查报告之后 再告诉你 我要怎么样来治疗你 所以 一整天就去医院 检查这个 检查那个 回来 还是得不到医生的治疗 因为医生根本 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他 然后 我在跟梁医师讨论 他现在还有一点点不舒服 还是什么问题 在拍一张石头的照片 跟牙刷给梁医师 以前我儿子都不相信 不给我拍照 现在他痛得要死了 他就乖乖了 给我拍石头 给我拍牙刷 送过去给梁医师 梁医师看了 他现在还有emotion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他那个 胀气不能消掉 梁医师要很慈悲 帮他在第三次治疗以后 他就舒服很多了 这很可惜 我先生还是不相信 就是他说 太神奇 这种治疗没听过 他不相信要去给他买pum juice 因为他不能大便 喝了pum juice以后 他就开始呕吐了 我说糟糕了 梁医师怎么办 他是不是 疚病腐发了 梁医师一看 不是 他是对pum juice 敏感 所以他就是吐出来 你就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 休息就好了 他现在还剩下有一些emotion的问题 要新的emotion跑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从表面的急紧的那些痛 那些紧急的先给他治疗好 然后emotion那些是可能是很多年前 以前的或者现在工作了 现在学习 现在家庭各方面压力的情绪的压力 就慢慢浮出来 因为已经清理掉那些身体上的痛楚了 我们免疫系统可以对抗那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那些情绪问题又跑出来了 这样子梁医师要帮他再治疗第四次 现在就让他好好休息 我告诉他 你都不用去喝那些什么juice 就休息就好了 梁医师已经把你的痛减下来了 是你必须要相信 但是他还说 爸爸说不是的 可能不是医生治好的 我说 那你 你能相信你自己的痛 特原来自动消失吗 我不勉强你 你就好好休息吧 我现在去工作 所以后学现在刚才听到梁医师就讲 后学是很相信 而且有一点开悟就是 可能我老公的那种固执 他脾气不好 常常骂人 可能也是对他吃的某些食物有过敏 让他身体很不舒服 就要用骂人来发色 他并不是想要骂后学 但是他身体可能是因为有病 所以他要发出来 所以后学是想 怎么样可以查到 我先生 儿子他们对哪些食物 什么东西对他们敏感 让他们身体这么不舒服 情绪这么糟糕 而且这么的固执 迷雾 这些都是因为身体不好而造成的过敏现象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那些过敏的食物 让他们不再过敏呢 所以后学是很想请教梁医师这方面的知情 谢谢 好的 谢谢罗莎 罗莎是梁医师的粉丝 OK 现在你们看到荧幕上面 过敏性的疾病 临床的表现 那你们看到 要失眠多梦 情绪低落 都愁 善忧 焦虑 疲劳 都痛 烦躁不安 像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 精神神经方面 那精神神经方面的这些症状 就是因为过敏引起 但是有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就像刚刚罗莎你讲的 医生要给你做X光 拍照 然后要甚至还有 有的还要更严重 要CT 还要照超音波 最后才整站 还好没有肠子打结 因为他痛 肚子脚痛 有的人是肠子打结才脚痛的 他先给你排除 没有肠子打结 第二 没有下消化道溃疡 后出血 第三 怎么样怎么样 排除 那你被他搞一下的话 已经三四天了 五六天了 那你这个痛苦已经 很糟糕了 你知道吗 所以啊 刚刚 罗莎提出来的 也就是一个 先由 food poison 就是食物中毒 然后影响到他的免疫机能 下降 下降之后呢 把他的一些敏感的反应就 诱发出来 所以呢 这个啊 这种情况的话 病人呢 要暂时要很清淡很清淡的饮食 把他肠胃的功能慢慢的恢复正常 那正常的以后年轻人呢 比抗议还是比较好的 他慢慢 恢复了 就可以 回去工作了 但是 食物方面 小心 然后 生活企机 稍微注意一下 早一点 不要熬夜 早点休息 然后 饮食 暂时不要突然间 暴饮暴食 然后也不要 过 过午 就是说 超过时间太久不吃 然后一吃的时候 就吃了过多 这些都要小心 好 那希望 这个 罗莎的儿子呢 能够好好的 背后起来 真的是 不经意是不长一致 尤其是年轻人 很铁齿的 但是慢慢的 他会 他会了解的 好 那还没有其他人 有问题 我们再接受一个问题 梁医师 后学 听人家说 这个蜂胶对 过敏很有用 这个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其实呢 这个 应该是 要这么说 因为蜜蜂啊 蜜蜂 它不是采花蜜吗 它的蜜蜂呢 会接触很多的植物 很多的花草 然后把不同植物的花 里面 采回来 跟蜂蜜的那个蜜啊 就 搓合在一起 那蜂胶就是用 蜜蜂的蜂勺里面的蜡 弄出来的产品 那它对敏感有没有效 有效 但是它对花草树木的敏感 效果会比较好 那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那个 刚刚 好 所以呢 那个敏感颜 我这边有分类 六大类嘛 你看花草树木 花粉 如果是 因为花草树木 花粉 过敏的 病人 或者是朋友们 你用蜂胶 慢慢用 它会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是对 其他敏感颜 比如说皮毛啊 动物啊 海鲜啊 像一些那个 海产类的敏感的 或者是 有香味的物质 沉满那一类过敏的人 像空气污染啊 这些引起的过敏 蜂胶是没有效的 那 就是跟你分享 就是说 它有它的适应性 那蜂胶 是针对 花草树木 或者是 某种水果 过敏的人 蜂胶会有防止 但是 对其他敏感颜 引起的过敏 蜂胶是 不行的 这样回答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谢谢 好 刚刚 Nosa的 儿子 因为食物中毒以后 现在出现的 就是压力的 神经精神的因素 这个也是属于过敏的一种 好 那如果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 以下 等一下有问题 我们再来继续 跟大家来 给大家提问 好 那我们现在就 来跟大家 报告一下 当有敏感 有过敏的病人 他会 平常他的体力 会比较差的 那因为 尤其是比较 中度以上 敏感的病人 不管你是出现在 呼吸道的问题 或是出现在 皮肤的问题 或是出现在 肠胃道的问题 或者是出现在 精神神经方面的 症状的病人 都好 但是 如果你同时 对两类 或三大类的 敏感 引起的 敏感的病人 那你是 整天是 无精打采的 所以我这边 就讲 ology maker you have low energy 就是说你每天 记得营养 你的能量 因为 你的身体要对抗 这么多的过敏炎 所以就 自动的 把体力拿来 对抗过敏炎 它就消耗殆尽 所以呢 你的体 体力是比较差的 这样各位听得懂 那后学以前在讲 这些 关于免疫方面的时候 后学 后学体验了三四十年 发现 大部分的病 都是从口入 病从口入 那三大类的过敏炎 第一大类就是 发酵的食物 因为我们是东方民族 我们来自于东方 所以呢 我们从以前 我们的祖先啊 都是过着非常 刻苦耐劳的生活 所以呢 我们 从 我们的爷爷辈之前 都是 很生活 很节俭 很刻苦耐劳 所以呢 北方的人就吃 面粉 做的 那个叫 叫什么头啊 某某 什么 我怎么一下 因为我是南方人 所以比较不会讲 北方的 窝窝头 窝窝头 对 那个就是用面包 去发酵 做了以后 晒的干干的 硬邦邦的 就好像馒头 去晒干的一样 那 他带了两颗出去 在工作上 要吃的食物 就是这两个窝窝头 然后就带一些 所谓的那种 炸菜 或者是大头菜的 菜干 那你菜要变成 炸菜干 你一定要 放很多盐巴 然后发酵 发酵了以后 再晒干 所以这两个是绝配 你没有 没有常常吃的 这些朋友们 让你吃窝窝头 配炸菜 你会觉得 好像天上美味一样 韩国人就吃泡菜 然后 比较生活好的人 就吃优格 像我们西北的地方 就吃奶茶 那些奶茶 就是牛奶加茶叶 那个奶都是用 优格 就是酸奶去配的奶茶 像我学去过 尼泊尔疫诊 也去过非洲疫诊 我学都借疫诊的时候 去观察 那边的 那边的同胞的 生活企迹 跟他们的 日子怎么够 所以我学习到很多 那我们东方亚洲人 就是喜欢吃这些 发酵过的食物 那因为 这些食物吃了以后 到我们肠胃里头 它会产生各种 所谓的 这种 好的菌 但是因为有些好的菌 那有些人就是因为感染 吃到不好的菌 那你的好的菌 大过不好的菌 那你的肠胃是相安无事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生活 已经变舒适了 不是不再是以前那种 非常刻苦耐劳的时代了 所以现在的人 过的日子是 是比较豪华了 所以那种 刻苦耐劳的精神已经改变了 变成一种比较 比较进不起 进不起考验了 所以有些人 就产生肠胃系统的敏感症 刚刚后写有讲到肠胃系统 那因为有肠胃系统的人 他就不能吃到所有这些发酵的食物 一吃马上 身体的保护肌能就会去对抗 对抗的时候就 就戏很多 放屁啊 然后肚子胀啊 然后每天三次四次的分辨 都是散的不成条 那个就是肠胃出问题了 那个时候你要治这个 医生还不见得会治 杀菌也不行 也想尽办法都不行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中医也搞不定 西医也搞不定 那个时候啊 你就是吃稀饭 不要去吃这些 发酵的这些 加点盐巴 慢慢就好起来了 但是哪些人 懂得是吃稀饭 好像之前黄医师啊 有讲到稀饭的一些 治病的一些 我好像听过 我忘了 吃稀饭 加盐巴 你的肠胃就好起来 因为你就没有吃到那些 发酵的食物啊 再来呢 就是菇类 那菇类大家也知道 我们吃木耳香菇是 对我们东华民主的话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的菇啊 是人工种的 所以呢 那些种菇的那些农民们啊 他要用尽办法 要让他的菇发育 发育得很好 就好像我们养鸡以前 要六个月才能 有一只鸡才可以 长大让人家用 现在五六个礼拜 就可以把那只鸡拿来 当肉了 所以菇也是一样 他透过人工的方法 让这个菇长得又快又那个 但是往往 他是带有一种 菇菌类啊 所以有些人 过敏体质的人 不能吃菇的 再来呢 就是奶类的制度 像起司做的食物啊 或是用牛奶摆进去 做出来的一些面包啊 那些糕饼啊 有过敏 有过敏 三大过敏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都要 暂时要记 那就有人就问啊 我记口要不要记一辈子 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 记口不要记一辈子 记他两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之后 你要回过头来吃 发酵的食物呢 不要餐餐吃 不要天天吃 你一个礼拜吃 大概两三次 两三天没事的 那后学又要再讲 大家知道 做那个馒头包子 或者是做这些发酵的东西 有很多 这些店啊 他会把老面 昨天做完了 他就留一团起来 今天做完了 卖完了 明天要再发酵 就用那团老面 来花今天要卖的 要做出来的那个糕饼 那有些那个老面的面团啊 是从他三代之前的爷爷那边 一直累积出来的 所以那个那一团老面啊 它是可以做新的面包 新的糕饼出来 但是那团面啊 如果要讲历史的话 可能一代六十年 三代一百八十年 可能就是一百年左右的 一天一天留下来的 那那个时候啊 那个面团里面的菌啊 就已经复杂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了 已经很复杂了 所以呢 如果经常容易过敏的人呢 这些发酵过的面食类啊 要尽量少吃 那现在因为敏感体质 敏感的人 他抵抗力 久了以后抵抗力不好 那又很容易 感染细菌 感染黴菌 感染病毒 那像现在疫情期间 如果有 这方面过敏的人 万一不小心他感染到新冠 那个时候他的病情啊 会比没有过敏的人还要严重 当然因为你病情严重 医生要帮你处理你的这些病情的时候 难度比较大 还有现在在美国还好 如果像我们在东方 很多 杀草剂啊 农药啊 这些化学成分在植物里面的污染 也要考虑 还有现在各种保健品 营养品 里面放进去的那些添加物 也要好好的考虑 这样的话呢 大家才能够 很轻轻松松的把过敏治好 好那我们现在 下来我们来讲 好那现在呢 我们要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现在 好 大家看到了鼻洞 因为我发现呢 有鼻子毛病的病人也不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鼻子毛病的患病例啊 目前鼻病的患病比例啊 好 绿色 绿色的这个70%的人啊 有各种不同的鼻病 只有这么少部分的人防射的是正常的 所以呢 患有鼻子毛病的人 现在在我们的周遭是很多的 然后呢 患了毛病了以后 这些呢 得病了呢 好 那 治不好的有这么多 大家看到 紫色的治不好的 深紫色的 蓝色的呢 不需要医的 因为不太严重 那这个呢 就是治好的 所以呢 治好的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患了鼻病以后 要治疗的话 简不简单 是不简单 那 鼻病的种类呢 简单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 第一呢 就是过敏性的鼻炎 第二呢 就是急慢性的鼻炎 第三呢 就是急慢性的鼻动炎 所以呢 如果一个医生的话 他 没办法治疗过敏性鼻炎 他 大概只能治急慢性的鼻炎 那急慢性的鼻动炎 他也没办法治 因为他不会治过敏性鼻炎 所以他不了解 真正鼻子患的 病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来应对 那 现在目前要治疗鼻子病啊 大概 不外乎就是 先看西医 然后 看中医 再看不好就开刀 再开不好就民间的方法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 用西医的方法呢 它呢 总有效率 可以到80 因为控制嘛 用中医的方法呢 总有效率73 用特色疗法呢 总有效率可以到90 所以呢 鼻子病 医治的疗效 可以做一个比较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一点一滴的来跟大家来 报告一下 所以呢 我们要讲鼻子病的话 要稍微了解这个构造 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病人 病人正面对着我们的时候呢 这些看到的部分啊 这个就是 就是鼻动 鼻动 眼睛眼眶内 这叫腮动 这叫额动 在两个睫毛 眉毛上面 眉毛上面那两个 是叫额动 然后这个侧面的 这个叫腮动 所以每一个人 左边 右边都有 所以呢 当然 如果要侧面来看的话 侧面 这里我们称为一楼 一楼 然后二楼 然后额动是三楼 再来这个蝶动是四楼 所以呢 在一楼的时候啊 就是鼻腔进去的地方啊 这边 发言的话 这个最容易治 最好治 那最难治的呢 是二楼 三楼跟 三楼比较容易治 四楼也比较难治 就是一 一三最容易治 二四 比较难治 那当然 鼻动哪里会发言 不是你 不是你 你来控制 是每一个人情况 不同 所以呢 像过敏性的发言 这个一楼的地方啊 这些黏膜啊 它会分泌很多的 分泌物 那这个分泌物呢 往前就是鼻涕 往后就是倒流 就是咽喉 深处 经常会卡痰 会有鼻涕倒流 然后 到了 豆里头 有管道 那些管道不通 所以呢 就造成鼻动眼 所以呢 这些是鼻动眼 你看一下 OK 所谓鼻动眼的话呢 就是鼻腔进去 左边两边 然后在眼眶 内侧的叫二楼 然后在额动 这个地方 叫三楼 然后在侧面进去的 这个叫蝶洞 就是四楼 所以呢 有些呢 还会在一楼的地方 长鼻息肉 所以那个叫 那个叫 长在一楼的那个走廊上的 一些鼻息肉 那也听说 有鼻息肉 长在鼻痘里头 但是后续 没有碰过那种病人 就是一楼的鼻痘里面 花眼 里面有蓄膿 那这种病人呢 你要往前倾 往前倾 这个鼻痘里面的东西 才能够 从鼻腔出来 那 我听说有人 在这个憨痘里头 长鼻痘 但是我没有碰过 我碰到的是 这些有鼻息肉 长鼻息肉 在那个一楼的空间 长鼻息肉 所以呢 中医针灸 跟中医的方法 可不可以 把鼻眼治得好 是可以治得好的 因为 中医的方法呢 可以改变体质之后 比如说 刚刚后学 给你们看的图 酷痘发炎的人 基本上是肠胃不好 二楼 那个塞痘 那个眼眶内侧 那个地方 有问题的 基本上 它的肝 胆是不好的 就是它肝 解毒功能比较差 那个地方有问题 如果是在额痘里面有问题的 是它的肠子 肠胃比较不好 但是跌痘的时候呢 就是肝肾不好的时候 容易 在跌痘出状况 那 那如果 过敏性鼻眼 主要病是在一楼 主要病是病在侧面的一楼 那这个过敏性鼻眼的时候呢 要从过敏的角度来治鼻子病 你不能说鼻子病治好了 过敏就好了 门都没有 过敏性引起的鼻眼 鼻子不舒服 是从鼻子 但是它的因 是在你的肠胃 跟你的肝肾 所以呢 要治疗过敏性鼻眼 除了要掌握出 过敏眼是什么之外 透过脱敏 透过把身体改变体质 所以呢 先天之本是肝肾 或天之本是肠胃 把它处理好了以后 它 改善了体质以后 它鼻眼就治好了 那脊胖性鼻眼的话 顾名思义 就是鼻痘里头 出问题了 好 那鼻痘里头出了问题的话 那 你要把它治疗的话 你就不能 你要怎么样去治到鼻痘里头 因为一楼是鼻腔嘛 那鼻腔的地方有问题 那你要 你要治疗的话很简单 但是鼻痘里头要有问题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难度了 所以西医呢 就是靠 抗生素 消炎药 抗生素 抗敏感的药 再来呢 就是靠激素 激素就是肋骨唇 但是能不能治好鼻子 改善鼻子 release症状 没问题 但是要断根 要治好 能都没有 因为 这种 过敏性引起的鼻炎 或是过敏性引起的鼻痘炎的话 你这样子治是搞不定的 那 这边我写到中药鼻特殊疗法 中药鼻特殊疗法的激励啊 是从 鼻腔的毛细血管吸收 然后神经调整 大脑 再来呢 气管 呼吸道 肺部 可以吸收 再来呢 鼻腔的脊部 也可以吸收 最后 对鼻腔 灵境 组织器官 也要有帮助 那这个药呢 是中药来的 那传统中药都是 喝进去的 你 煮好的药汁 喝了以后就透过你的 胃 然后到你的肠子 然后吸收 但是因为病是在 我刚刚有讲 过敏性鼻炎 跟肠胃有关系 跟肝肾有关系 你辨证好了之后 你的药 是透过鼻腔的联膜 来吸收 来吸收这个药性 比如说 现在这个人是 酷痘 或者是额痘 在发炎 或者是因为肠胃 引起的 过敏性鼻炎 你除了叫它 扫气 接触那些肥臣 扫气 扫气 接触那些 有味道的那些香料 或者是扫气 接触 花草树木 假设是这样 你肥过头来 你要透过 它的鼻腔 来把 调整肠胃 调整 肝肾的药 药 做在那个 鼻腔的 那个药里头 然后透过鼻腔 把药 敷上去了以后 外面用棉花条 把它堵住 然后 达到那种 那个 效果 我这边有个图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左下角这边 这个就是鼻孔 鼻孔 然后这个黑黑的 就是鼻的药 透过 鼻腔 把这个药呢 把它推到 鼻腔里头 去了以后 用棉花条 打折以后 塞住鼻孔 那这个药呢 它可以 在鼻腔 鼻腔里面 流制 40分钟 然后 这个药 遇到 热 就会 溶解 好 那当然 有些病 除了这个 要用这个药之前 它要 吸 这个中药 熬出来的 那个 那个 蒸汽 但是这个方法 我现在比较少用 因为我发现 光 用这个药 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那内脏有问题的呢 比如说 它肠胃真的是很虚 很糟糕 或者它肝肾很 很weak 这样的话 你要透过 从肛门给的药 让它把 五脏六五 也要强壮起来 所以呢 标本 兼治 往往很复杂的 鼻子病都变很简单 那有些人 开过刀 一次两次 甚至要开三次的 不开刀 这个方法就能 能搞得定 所以呢 这个叫中药 鼻特殊疗法 就是把药 做成塞剂 像子弹一样 像这个小小的 射在鼻头里头 所以 这个鼻特殊疗法呢 它可以 一群通 开 清 把鼻腔 进到一楼 进到二楼 进到三楼 进到四楼的 这些楼梯 把你疏通 打开 如果里面有堆积 一些不好的东西 让它 把它清除 出来 先清 那经过 调理了之后 循序渐进 把它堆积在 鼻腔 鼻痘 里头的那些 痰 阻 淤 预居的东西 全部 慢慢把它清除出来 引流出来 最后 要调整脏骨 强壮 它的脏骨 之气能 最后 很复杂的 鼻子病 就这样 轻轻松松 不知不觉 就把鼻子病治好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几十年 累积下来的经验 但是我们从 以前开始 讲座 或许还没有 进入到这个 这个层次 今天是第一次 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 我们还用了一个 ECIW的特殊 诊断 因为在山东大写 有位张教授 他已经过世了 他曾经研发了 这个叫 全息胚的 那个 诊断疗法 他透过 他研究生物学的 几十年的经验 他发现 大自然里头 有很多的动物植物 跟人都一样 都是匹配的 所以呢 他把这个理论 提出来 那后学呢 他一共出了 三十几本书 后学当时 要 那个时候呢 刚来美国 比较年轻 那 因为我是在药厂工作 所以是制药的 但是 那个时候 我就 常常在思考 我说 为什么 很多的病 西医也治不好 中医也治不好 那 如果我们要研发药的话 如果 没有一个好的药 让这个医生来用的话 那这个治不好 我们 我们研发 制药的药厂 也要承担你的责任 所以 后学呢 就买了他出的 三十三本著作 全部都买一本 然后慢慢把他 花了一点时间 把他大约的了解 他 所谓的全西匹的 新生物观的概念 当我 看完他的书之后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就可以定出 病的位置在哪里 病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 我应该是要怎么样来把他 身上的病 如何以最快速的方法 我这边称为 四两拨千斤的 鼻特殊疗法 然后 确保他治疗的效果 结果我成功了 所以呢 前序被诊断出来的疗法 第一 非常的精准 第二 不用开刀 第三 也不用吃药 也不用打针 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没有痛 也没有副作用 你看多好啊 所以呢 后来呢 我把这个药啊 做成联盟特殊疗法 对于常常反复化作 无法根治 男女短期见效的 疲病的朋友啊 都获得非常好的疗效 而且把很复杂的疾病 都一一的都可以 把它 把它攻克 各位有没有看到 所谓ECIWO的 透视准当法 那个张颖钦教授 他怎么说 他说啊 从这边啊 从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斑马的 那个前脚的地方 这个 这个斑纹啊 一二三 地址算算 算到下面 就跟 从这边 算到这里的 这个 算到这里的 那个纹路啊 一模一样 也跟这个地方 颈部到头部 耳朵下面 也一模一样 然后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全虚胚 结果他 告诉我这个眼里之后 我总算开窍了 所以呢 我用这个方法 治过 当时治过很多的毛病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个病人 你看他的舌胎 前面是白的 里面这个是拨的 那请问你 是拨的有问题 还是白的有问题 是白的有问题 还是拨的有问题 我来问问 考考各位 各位前险 各位在 电脑旁边的前险们 你们告诉我 如果这个病人来讲 你认为哪个地方是正常 哪个地方不正常 有人愿意回答吗 两个都不正常 好 那还有没有人 有其他的答案 好 继续 有人请回答 来咯 来咯 来 再来 一个人来发言 好吗 就是这个 红的 这个正常 还是这个白的 正常 还是这个白的正常 这个红的不正常 你们的看法 白的不正常 好 告诉你们 这个白的不正常 红的是正常 所以呢 这个病人的话 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他只有下胶 因为蛇根是属于下胶 但是他的上中胶 下胶 一半都不正常 所以呢 他的不正常啊 是上中下 那下胶的地方 一半也不好了 那这个病人呢 是他的中胶的一半是正常 其他的都不正常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全膚胚的概念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一个舌头 就是一个全膚胚 就是你整个身体的一个 一个造影 那因为后学 透过这个来启蒙 现在我检查我的 病人的敏感炎的话 你只要把舌头拍照给我 我一放大 我就知道你什么过敏 我就是这样开始 所以呢 有点 有点神奇 好 那再看下面 这个呢 中间也是包括中下胶 也是不正常 旁边的是正常 那这个呢 不正常的是这个黑的 不正常 这个应该是下胶 中下胶不正常 所以呢 你看这样就很快的 就可以把病人的病的位置 大概在哪里 轻轻松松就把它 鉴定出来 这个是一个 你看当时的我好像蛮年轻的 自己夸 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 他是什么病 都忘了 这一位是一个黑色素癌的病人 他的症状 他的肝脏 还有他的淋巴腋下 全部都有肿瘤 然后 三个医学院 UCLA 南加大 还有Stanford 三家大的医学院 诊断他 他的寿命剩下六个月 那请问 这个家属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家属是不能接受的 你看他也没有多糟糕啊 对不对 都剩下 剩下六个月的寿命 你看看 这是他爸爸 他爸爸是我 十几年的 好朋友 病人 变成好朋友 他把他儿子带来给我 因为 三个医学院都说 他的寿命 只剩下六个月 结果呢 他带他来找我 我说 他问我中医能不能治癌症 我说 中医类可以帮助 癌症 癌症的病人 延长他的寿命 然后 在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所突破的话 说不定 这个病人可以多活几年 我没有回答他 可以 不可以 我说 中医 可以帮助他 延长他的寿命 就是六个月死不了 但是这个病人现在 应该将近六十岁了 而且也退休了 已经本来是住在Arcadia 那现在他搬到 像Colorado还是哪里去 然后有孩子 有太太 生活过得非常美满 现在还活着 那他的治疗呢 我有一半的功耗 因为 当时 他要来看我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说 如果你要我一个人 来独挑大梁 针对他 我说我不干 但是如果有西医 要 用西医的方法 那我来配合西医 然后 他能够在西医的监督之下 有正常的检验报告等等 有这些材料 我可以评估 那我很愿意来帮这个忙 就这样开始 结果一路走来 他现在已经 那个时候好像 好像不到30岁 所以呢 我来美国35年 所以是我很早 很早的一个病人 朋友 好好的 而且癌症 而且癌症没事了 这是当时我在 跟张颖青教授 学习 学完之后 我因为我是药剂师也是在药厂工作 所以我很快的就 我自己因为传统的药都做成那个口服的 或者是 哎呀 膠囊 或者是 你根本妈妈妈 你去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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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吃进去 那个时候后期就改用粘膜吸收做研究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走下角有一只 有一条鱼 这条鱼啊 上面有三个针灸针在上面 你们仔细看啊 嗯 这条鱼呢 你们猜猜他几岁 不知道 这条鱼啊 18岁 当时他为了要做 要治疗这条鱼啊 他用尽心机 那后学就用全西杯的方法 把这条鱼在延长了六年的寿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条鱼啊 真的是在我人生的历练当中啊 真的是一个一大 这条鱼哭的声音像小娃娃 会叫 叫的声音 就像那个 有一种鸟 他叫的声音像小娃娃娃这样子 他会 他会有这种声音 又死不了 又活不了 结果他肚子翻起来 朝着上面 主人呢 是以前 洛杉矶 警察局 警长 他们养的 那因为他退休了以后 他去做 洛杉矶的首富 第一有钱人的保镖 所以呢 他老婆养的 住在 那个 South Pasadena 那当时呢 他为了要治这条鱼 兽医 都没办法 然后有的人说 这个就 让他 un nurse 结果他们拿起来 放在碗里头 结果他不死啊 放了半天也没死啊 因为这个 这个鱼 不太 它是两旗的 没有水 它也可以活的 你知道吗 结果呢 也没死过去 后来 为了要救他 四处打听 最后呢 就找我去 我以为 起先跟我讲 那时候英文不太好 三 foot 我搞成 以为是三尺长 那时候刚来 英文不是那么 那么灵光 他跟我讲 三 foot 我以为是三尺长 我说 那我去了以后 你们会有人 帮忙我 治这条鱼吧 他说没问题 我们会有人 在旁边 你要怎么帮忙 我们就可以帮忙 结果我一去 才发现 是三寸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这么奥妙 最后我把这个 雨延长了 五六年的说明 那 那个 那个 退休的警长啊 最后也跟我是好朋友 但是现在那么多年了 已经没有联系了 好 这边呢 还有班马给大家看 好 那因为我是台湾的屏东 那我们那边 竹田有一个车站 就是火车的车站 那时候盖的这个样子 所以后学把它留在这里 好 那是后学 以前年轻的时候 五十年 闻不到 相措的病人 送的一个药道病厨 万里 相飘万里 这个人是在中国的大远 那时候健康奖座 好了 大概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时间差不多了 对 谢谢大家 那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 或许来 来回答看看 好不好 是 对 非常感恩 各位 同修 各位点 我许想提问 怎么样找到 自己对哪些食物 有敏感呢 如果要吸引那种 他就要去测试 要吃 宴穴 或者是 用针来 吃皮肤了 这个测试 很花费用 又不是很好受 不晓得 梁医师 有没有什么 容易的方法 一看就看出来 你的身体 对哪些食物 会有敏感 而避免自己 去中毒呢 你提出这个问题呢 很好 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 通常呢 会过敏的人啊 你要准备一本布置 你把你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那现在呢 因为大家都有手机 你也可以不用记录 你就把你早上吃的菜换 照一张照片 然后跟他编个 跟他放在某一个地方 跟他注明 这个是几月几号 礼拜几 礼拜一到礼拜六 礼拜一到礼拜天 只要两个礼拜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什么东西过 当然 你吃了以后 你照了相了以后 你旁边要注明 今天我流鼻涕 我今天我哮喘 我今天我哪里不舒服 你就要在那个旁边 记录一下 你只要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下来 我不用透过 那个舌头 我就知道你什么过 再透过你的舌头 放到再一场 真的是百分之百 match 就是那么奥妙 所以呢 你问的问题 这样子回答你 可以吗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谢谢 好 不客气 其实跟过敏相关的疾病很多 只是你们不把它当敏感 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如果从过敏的角度来应对的话 往往很快的就能够把你的问题 你的病情 把它 治好 然后你知道这是你的问题所在的话 你们以后 把它 修正你的饮食的方法 修正你们作息的方法 你会变得很健康的 所以呢 你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瑕疵啊 很容易就 就因为这样而 而改变 那当然 疗效是非常好的 那你的定义 过敏的定义就是 如果你会容易常常发脾气 睡眠不好 这些也属于过敏的反应吗 是啊 刚刚我不是跟你 说明了有几类的 好像四大类吗 还记得吗 四大类的问题啊 那四大类的话 基本上已经把敏感 很复杂的敏感的病 已经 已经把你简单化了 你知道吗 简单化了 那你要 你如果掌握起来的话呢 就很快了 很容易了 那你如果说要 改变体质的话 其实把敏感 处理好的话 就 身体就健康起来了 所以 有些时候 因为我的方法是 有些是因为我自己 研发出来 自己体验 之前曾经有 有病友啊 当然 我就不讲什么人 什么名 他的小孩呢 晚上要涂很多口水 如果他不涂口水的话 他就容易尿床 而且是大人 像这些都要从过敏的角度 去把他病治好 但是 什么过敏要把他找出来 找出来他的病就能根治 而且能根治 而且以后他还变一个很健康 是因为过敏的病人久了以后 智力都会下降 就是说他的脑力都会下降 所以呢 如果这个病友呢 他能够把他的病 调理好的话 他以后他还有很多很多 很棒的一些 可以发展 但是 就是 就是病人要看看有没有福气 是这样 好 各位浅浅 如果有问题 要快问 因为 我们时间不多 有人对那个烧香的香也会过敏 那个香会过敏 那是属于那个 frequency的过敏 frequency 所谓frequency就是有味道的 透过有味道的空气 芳香剂 烟啊 等等 引起的过敏 包括纯满那些 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